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叛无期徒刑 管路的小城客监狱 当安迪干击监狱时 一位黑人德瑞有十根香烟和御友大度 还是因为在第一天哭 而德瑞选择的就是安迪 德瑞可以说是这个监狱的老大 因为他有渠道 可以弄到香烟美酒等一切合法的东西 这都是因为他吃了20年的牢饭 他申请过无数次假事都未能成功 安迪入狱后便一声不吭 反倒是有一位胖子哭得撕心裂肺 被警卫们给伯伯打死 这就是小城客监狱里的黑暗 预警和犯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差 隔天 德瑞不得不将香烟拿出来 因为他输了 而这一幕也让安迪知道 德瑞貌似很了不起 监狱的生活并没有让安迪绝望 在这个牢笼 他悠闲自在 感觉完全不像一个犯的 而安迪第一个交谈的人就是德瑞 他请求德瑞帮自己带一根小铁锤 以及一张充满优惑性的海报 毕竟监狱的生活太无趣了 所以德瑞打算用小铁锤 雕刻一下石头来消磨时光 但麻烦也很快找上了安迪 他被几位同性恋看上 于是一伙人不断地骚扰安迪 前两年可以说是安迪最懒熬的时光 终于在两年后 监狱有了户外劳改的条件 安迪因为德瑞的帮助 有幸被选中 可工作的时候 他听到了警长海利 在与下属讨论税务的问题 他大胆地走向海利那边 冰冷的枪顶在了他的头顶 他对海利说 你相信老婆吗 这句话让海利误以为安迪是来找事的 可其实安迪是想帮海利解决税务这一问题 而他想要的报酬 只是让海利请这次劳改的犯人 每人喝上三瓶冰凉的啤酒 在劳改结束的前一天 一群人在西洋下 喝着冰凉的啤酒 唯独安迪坐在一旁 也许安迪是想讨好警长 或者想跟狱友和睦相处 但唯独德瑞认为 安迪只是想说这一刻 自己是自由的 一次安迪在监狱里又被统信念给威胁 警长出面将这些问题全部解决 从此在监狱里没有人敢在欺负安迪 之后安迪和德瑞聊起了天 两人互相询问为何入狱 可两人都是相同的原因 故意杀人罪 但是安迪却说自己是无罪的 而德瑞却说 这里是监狱里唯一的罪犯 这一次谈话 安迪也向德瑞求助一件事 那就是他需要大量的石头 喝过安迪啤酒的御友 便开始为他收集大量的石头 用来雕刻 不久后 监狱的真正老大 罗顿来查房了 索性安迪的房间 并没有被发现什么异样 而洛顿发现安迪 竟然喜欢看圣经 两人经过短暂的交谈 其实 洛顿也早就知道安迪的能力 所以 他被调到了监狱的图书馆 可即使这一切都是谎字 因为在管理图书馆之后 所有的狱族都来找安迪 帮忙搭理财物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业工作 所以他每周向州长写一封信 希望可以帮忙改善图书馆 在经过六年的不懈努力 州长同意捐助图书馆 并拜托安迪不要再写信了 可每周一封信 却变成了两封 捐助的物品里有一盒唱片 于是安迪手上的广播室的大门 在监狱里放弃了费下罗的婚礼 所有人听的歌曲 竟然感觉此刻是多么的欢快 但安迪也因此被罚了两周禁闭 在惩罚结束与德瑞吃饭的时候 德瑞告诉安迪 希望是无用的 起码在监狱里别抱任何希望 而之前还出了一件事 图书馆前的管理员布洛克 得到了假释 但是吃了50年的牢饭 出狱后的他融入不了社会 在哪里他都被旁人歧视 他想过杀一人继续坐牢 可他下不了手 所以最终选择了自杀 因为出色的能力 其他监狱的警卫 都跑来请求安迪帮忙解决问题 之后 诺顿实施了一项政策 所有人都可以外出劳改 去为社会都做点贡献 可说得好听 其实就是诺顿为了自己而实施的 因为这政策 所以安迪有了更大的任务 替诺顿洗黑钱 把钱存在一个虚构的个人账户上 这件事成了安迪和诺顿 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但随着一位汤米的到来 一切都变了 因为汤米和安迪 竟然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最神奇的是 汤米知道杀害安迪妻子 和寝妇的人是谁 所以安迪找到了诺顿 希望可以重新翻案 可能都是自私的 诺顿害怕安迪出狱后 举报自己 所以拒绝了安迪的请求 还将安迪关了一个月禁闭 并将知情的汤米给杀了 禁闭出来后的安迪找到了德瑞 然后告诉他 如果德瑞假释成功 一定要去自己和妻子 第一次约会的书下找一个东西 听完这话的德瑞 感觉安迪貌似非常的绝望 他是不是想自杀了 但并不是 安迪将诺顿的帐簿和圣巾吊包 然后从他早已挖通的地道爬了出去 其实 当初那张明星海报 就是藏着这个通道的路口 重复自由的安迪 仰天长笑 他自由了 逃遇出来的安迪 将之前替诺顿洗的钱 全部领了出来 并将帐簿寄给了报社 诺顿的末日总算赢来了 当他翻开被调包的帐簿 竟然是安迪的圣经 在里面 他发现了安迪之前 拜托德瑞找来的小铁锤 检察包围了监狱 诺顿选择了自杀 在两年后 德瑞总算得到了假释 可出狱后的他 跟布隆克完全相似 他无法适应这个社会 在他即将想要自杀时 他想到了安迪的请求 于是 他挖出了安迪 让自己寻找的东西 里面有一笔路费 和一封信 照着信仪的指示 德瑞在墨西哥的海边 找到了安迪 两位好兄弟 也就此重逢 阿根正传 信德勒的名单 萧珍克的救赎 这上部电影广为流传 度运会的金像 讲的信德勒的名单 我们不去质疑他的经典 但萧珍克的救赎 却被很多人认为 这无非就是一部 对生活要抱有希望的电影 拍摄手法以及剧情 总有感觉不符合逻辑 因为有人认为 名为救赎 可最后得到救赎的 却只有德瑞和安迪 那萧珍克监狱的那些人呢 其实 救赎并不是指肉体 离开这个监狱 而是指灵魂得到的救赎 安迪替监狱的人 重修了图书馆 给他们冰啤酒 放上一首欢快的音乐 这都算是一种救赎 但这部电影的救赎 还有另一种说法 是萧珍克监狱 给了安迪救赎 如果他屈服在诺顿 和警长的微迫之下 那他逐渐就像被体制化 这部电影 也可以当成一碗鸡汤喝了 对生活无时无刻都要抱有希望 虽然我们不会被灌进萧珍克 但萧珍克监狱 那高耸的围墙 就如同我们生活的压力一样 将人圈在里面 有时候甚至让你无法动弹 对于那些质疑电影是否完美 世人是不是跟风 其实我们没必要去争这些 因为每一部电影 他都无法做到 让所有人都觉得好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